在俄罗斯被揭发存有国家撑腰的服用为进兴奋剂行为之后 国际奥委会上星期表示交由各个体育项目总会决定 哪些俄罗斯运动员可以参加奥运 不过就在奥运开幕进入倒数五天的时刻 国际奥委会突然改变主意 奥委会宣布将由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俄罗斯运动员 参加里约奥运的资格做出最终裁决 这三个人委员会的成员 包括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席埃尔德纳 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博克 和西班牙奥委会委员萨利萨奇斯 里约奥运将在星期五开幕 据了解目前有超过250名俄罗斯运动员 获得确认清白可以参赛